为什么要说马王两人是大斗法呢 王金平想要保卫党籍 所以是循着许书博模式 要申请假处分 但是这一切都得赶在国民党 将决议书送中选会之前 向法院申请假处分并获准 才有可能可以保住党籍 那么但是早在考纪会决议开夹之前 王金平就已经决定要提起这个假处分了 可是国民党其实在事先也已经算到了 他们早一步就把王金平丧失党籍的 证明书送到中学会 党政人士表示 王金平阵营是没有料到许书博事件之后 国民党已经修改党章 申诉不影响考纪会决议执行 因此只要立法院收到中学会 确认撤销党籍的来函之后 王金平就不是国民党员了 依据中国国民党党章 第35条第一项第二款 损害党之声誉 其第36条第一项第四款之规定 王金平同志 予以撤销党籍处分 国民党考纪会举起闸刀 重重落下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讨论 决议撤销王金平的党籍 依照国民党党章规定 考纪会将撤销党籍的决议 送到地方党部 再送到王金平手上 王金平可在20天内决定是否申诉 如果提出就送到连能会与中常会处理 没有提出就通知中选会 但就算提出还是可以直接撤销党籍 中选会收到党籍丧失证明书 就会启动行政流程回复立法院 立院住校后再含复中选会 中选会在15天内公告 不分区立委的地步名单 不过根据法律规定 不分区立委在失党籍后 就丧失当选资格 而国民党在傍晚已经快马加鞭 将注销党籍的公文送到中选会 中选会也快速签结 让公文走出中选会 也让立法院在17号开议时 王金平不见得能在院长位置上 主持新会期 UDN TV赖委摄影志刚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